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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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可能对自己 他对他自己是一个比较失望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你希望说他可以打起精神来 所以你只不断去想说要陪伴他 或者说想着说要如何去逗他 然后如何让他去能够知道 或是说让他自己能够去感受到说 其实他自己是一个相当重要 或说他自己其实在这个人生 或说可能在这个社会之中 他是有一个 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 不能被 没办法被人家忽视 或说没办法被人家忽略的一个人 所以你一直都不断的去用你自己的耐心 然后去放低自己的姿态 然后想着说要如何去 让对方感受到说 他是一个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你总是一直不断的去做各种的一个方法 或说你总是不断的想着说 要如何去让你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在你们过去一个感情的状况的话 大部分来说都是你主动 然后是由你来去维持这段关系 但殊不知最后还是仍然走向这个 断联的一个状况 对这边的话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你们曾经的那个感情的状况 那如果说这边符合到你们之前的感情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啰 好 现在看到就是说 那他现在每次想到你的时候 或想到你 他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那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这个人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 其实他都很恨他自己 他其实都是会觉得说 怎么会 你明明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然后你明明就是一个这么照顾他的人 或说你就是明明 那么了解他的人 你总是会不断去包容他 然后你总是 一直想着说要 不断的去 让他变得一个更好的人 他都可以感受到 他都 他也都知道 但是他有时候就是没有 就是他 会不自觉还是会想起你说 他自己是有多么的混蛋 因为你太好 然后他真的是太垃圾了 所以其实他每次想到你这种关系 或是想到你 他就会觉得说真的很难过 那他其实自己对待你的话 他其实有很多的一个道歉 然后是有很多的一个 对不起 他都想跟你说 因为他会 他知道说 其实你是一个对他好的人 你是一个总是会想要为他付出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每当他想到你的时候 他就是会 他想到你一次 他就讨厌他自己一次 他每次想跟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想让自己沉浸一下 因为他会觉得说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说 他没有办法去找你说话 所以他会觉得说 自己真的是很对不起你 然后他觉得说 他自己真的是一个 人渣败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其实在对于 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那种 相当一个矛盾的一个心态 因为其实他在面对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或是说在想到你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觉得说 就是如同刚讲的 他会觉得是因为他自己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他会希望说 我们这段关系 在未来接下来 你们或许可以 恢复联系 或是说 你们可以结束掉这个 对他来说是一个 相当可笑的一个断脸 但对你来说 应该也觉得很荒谬 但是他这个可笑 是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的行为很可笑 他怎么会让你 这么好的一个人 离开他 所以其实他会 一直很希望说 你们这段关系 在最后 或是说在之后 是可以恢复联系的 但是因为他现在 可能他觉得说 他还没准备好 或说他可能在对说 这段关系 或是说对于 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 其实他会觉得说 他还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承诺 或是说他还没有办法 可以 跟你讲 完整的跟你表达说 他自己内心中 真正想法 因为其实他对说 你们的感情 或是说在对于说 你的一个 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他也希望说 可以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 想法 或是说可以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 样子 来好好的跟你 讲说这样的 他自己的一个 心里的 想对你说的话 因为其实他有很多话 想对你说 其实他大部分的 想对你说话 也都是道歉的话 然后想要去 说你有多好的话 因为 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 有一些的 在说话的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 需要去补足的 他还是会觉得说 可能没有到那么好 也就是他自己 心情上面的话 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因此 其实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 他就一直不断去 脑袋重新整理 或是说 每次都自己有对 空气中讲话 然后就是想着说 想要跟你 去和好这样 因为其实他自己 本身一直在想说 要如何可以去和好 这段关系 所以其实他在 想到你的时候 就是他也真的是 很厌恶他自己 他也是有真的很多话 想要对你说 他也就是 很多的道歉 想要对你讲 他也希望说 其实你或许 在未来的时候 你是可以原谅他 曾经做出了 那么多的愚蠢的事情 好 那先来看 最好就是 你可以做什么 或说你可以如何来推动 来去加速 你们这段关系 是可以恢复联系的 好 那这边的话 其实从排面上看出来说 这边会希望你 可以多去疗愈其他人 那这边的疗愈其他人的话 其实也是 呃 是希望说 呃 你可以去和其他人分享 你可能在对于所谓的 呃 事情的一个想法 或说你可能在 别人可能有感情的部分 有一些需要人家帮助的 你可以去帮助那一个人 然后说可能别人 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或说可能别人 有一些的烦心事 你可以去当那个聆听者 或说你可以给对方一个 比较诚心的建议 所以其实像现在 很多的网络啊 或是说可能现在 很多的一个论坛 呃 论坛已经没有了 你现在论坛已经 有点像是 快 落寞 应该说是像一些的 比如说像迪卡 或说可能就是像 呃 其他的像脸 脸书 或是说 LINE LINE群 脸书的社团 像类似那一种 的那种 大家互相的 寻暖啊 或是说可能 大家一起 互 那个互相的 去 呃 安慰对方的 那种的环境 会希望说 你可以多去保护 你可以多去安抚 其他人 然后用你一个 自己自身 曾经可能的经历 或说你们 你们自己曾经 所遭遇过的事情 你们其实现在 已经有一套的想法 跟已经有一套的逻辑 跟有自己对于说 事情那些的标准 或是说自己对于事情的一些态度 其实你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些 一个想法在了 所以 宇宙会觉得说 你们其实事实上 可以去 变成一个帮助他人的 呃 心灵中的 南丁格尔 的一个 如此 纯洁的一个人 他们宇宙会希望说 你可以这么做 但其实也不希望说 你也不要太过于主动 而是说 当有人来找你 或是说 当有人来去 呃 跟你讲或说 当有人 他在网络上分享的时候 你就上面 下面稍微留言就可以了 你不用太过于 鸡婆 或说 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太过于 就是明目张胆的 就是 我就是要来去帮 帮助人 的那种的感觉 就是希望说 你就是无意之间 或是不小心 或是说 等有人来主动 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就是那样子 去帮助对方 以这样的模式 或是说 以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 就是不用太去 刻意要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 是 呃 作为 或者说去刻意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不用去到 糟糕天下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那种 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好 然后和别人 就是保持一个 良好友好的关系 然后其实在你跟 别人保持 良好友好的关系的同时 那去帮助 其他人的状况之下 再渐渐的一个 你的能量 或是说 你的一个人的气场 或是说 可能在面对于 事情的一个 柔软度 或是说 可能在面对于 所所谓的 一些心灵上面 成分 你会慢慢的去 把你的正能量 变得慢慢的 越来越满 然后你的正 你的正能量 就会不自觉的 由内往向外发 那当你变成一个 是比较正面向 或是变成一个 相当自然的 你在这个自然情况下 是一个 相当积极的人的时候 那么你们之间的能量 你跟你锻炼之后 那个人就会 不自觉慢慢的 越来越靠近 然后慢慢的 就是越来越 有那种的联动 然后那 降华你们两之间 其实在总有一天 就最后面的话 其实就会 复联 然后就是会 复合 因为其实看出来说 其实对方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对方的 本身的能量 是很低 那你现在的 你的现在的本身 能量 算是属于中阶层的 所以其实 你现在的能量 是比他 现在的能量还要好 所以会希望说 你可以再继续提升 你自己本身的自我的能量 去继续提升 你自己的一个正面的 一个积极 一个态度 一个 你现在已经本来就已经很正面的 一个很积极的 但老天爷会希望说 你可以再变得更正面 所以 并不调及 但是你可以变得更正面 的一个 对于生活上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人脉 越来越多之后 你们两人之间 或许就会 透过某一个人 或说可能会 透过某一个事件 那两人之间 就是有了 重新有了联系 或说重新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 话题 或是说共同生活圈 好 以上就选到 这一支我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面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面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 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对亚人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这一组 牌组的朋友 锻炼中的我们 我可以做什么 来推动这段关系呢 那看到就是在这边 上方的验证牌 上方的验证牌 是你们之前的一个 感情的状况 那这边 从上方的验证牌 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在于你们之前的一个 感情的状况的话 其实你们本来是有那种 还不断的一段 一个友谊 或说有一个 还不断的一个情谊 或是说你们两人之间的一个 相处 或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一个 那种感情上的一个 浓厚程度 其实还不错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在过往 或是说可能是在 就是在过往的时候 就是对方其实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他也是抱持着一种 想要珍惜你 或者是说想要 跟你一直保持着 还不错的一段关系 或者说想要跟你保持着联系 或者说可能 就是对方 他对于什么这段关系 他是希望说 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 或者说可以一个 比较稳扎稳打 或者是说可以是一种 相当还不错的一段的友谊的关系 为什么两个位置特别要说是两人之间是一个友谊比较多 因为这边好像旁边的话出现一张女祭司 有时候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比较多是带着一种 想要去做一个衡量 或说想要去做一个 是那种心有灵犀方面的那种 的种感觉 所以其实在于你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说是那种灵魂伴侣 或说可能是一种 没有办法忘掉 或说是那种莫名的那种吸引力 就是有点像是灵魂伴侣 或是双生火焰的一个状况 但是对于对方来说的话 对方就会觉得说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对他来说冲喜不过就是一个相当有缘分 或是说可能是前世爱恨纠葛 然后可能今生就是再次见面了 的一个状况 虽然然后最后面你们两个人到现在的话 就是后面变成断练的话 其实他也会觉得说那是一种 就是仿佛是宇宙中的 一种的 一个讯息 或是说一种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方向 有时候其实他会觉得说这或许就是一个缘分 或许这是一个机缘 有时候或许在我们生活之中 反正就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发生 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控说 就是究竟为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对于他而言 他会觉得说这就是宇宙的安排 然后就是一个可能没有办法避免 或者说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虽然他也觉得很难过 但是他其实也开始 也是在当时他也是想说就是释怀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上方验证牌是复合到你们之前的感情的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 反正就在验证牌这边最主要就是说 你会觉得你们每次好像想要往前更进一步的时候 就仿佛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就是让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远点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的状况 就是想前进 然后莫名就回到远点 每天想可能快要可以交往了 然后又回到远点 就变成像普通朋友一样的一个验证牌讯息 好那这边他就是 对方他现在想到你的话 那他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是说是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你对对方来说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蛮重要 或说对方其实也觉得说 你们两个之间算是一种 算是有缘分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是真的超有缘分 那对方其实会觉得说 是蛮有缘分的那种程度上的差异 所以其实对方对说你们这种关系的话 当然会希望说你们两个之间可以再回到过去 或说可以再是像当初那样子一样 是那么的要好 或者说两个之间是有可以继续保持着联系 或者说两个之间还是可以很长的碰到彼此 比如说其实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其实对于 他其实在想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希望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相处 或者说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可以像回到过去那样子一样 是那么的单准 或者是说是那么的可以一直都可以看到对方 所以其实你对于对方而言的话 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 那只是可能对于他而言的话 他会觉得说 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之间那个重要程度的那种的差异性 还是是有的 那也就是说可能对方他在想到你的时候 虽然他都是多么的希望说 你们两个之间可以回到过去 但是他却又没有办法 或者说他其实也不敢去朝你走来 或者说不敢传讯息给你 因为其实对方在看待你这段关系 或者说可能在想到你的时候 虽然他是那么想 但是他没有那个勇气 甚至有可能是说他不知道你在哪 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联络你 比如说你们可能两个之间 曾经有交换过什么样的联系方式 然后后面他可能有删掉了 或者说可能他自己没有留意到 然后或许是你的比如说脸书 或者说可能可以搜寻到你的东西的部分的话 也可能都改成什么英文 或者说可能改成就是 比较不容易找到的一些的状态的一个名字 或是显示的名字的方式吧 所以就变成说导致于他对方 他就算他如果说真的封锁你 他想找你 他可能也真的找不到 或是他可能就是手机真的是 有换过了就是那种里面的通讯录 所以就变成说没办法找到你 那其实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可能对方真的是没有那个勇气 他就是他还没准备好 他还没有准备好就是面对你 就是他虽然想要朝你走来 或者说可能想要去跟你说话 或者说想要传讯息给你 或者说想要跟你约出来见面 想要跟你讲清楚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他真的没有办法联系得到你 然后于是他就只好 就只是想想 然后就毕竟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嘛 所以他就只能去放弃这件事 但是他还是会希望说 或许在有朝一日的话 可以再碰到你 好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如何推动 加速见到他 或说你要如何去来推动这段关系 就是在你们断练的这段期间 那其实这边的话宇宙所给你们的讯息就是说 希望说你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 或说在你们目前现在的一个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说可能现在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些的事情的话 会希望说你们可以下定 就是可以想要去做 然后去专心的做 然后去想 去体悟 或者说去体验 或者是说去感受一下一个生命中 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的一个状况 或说可能生命中发生事情的一些的不顺遂 或者是说 可能真的在你们生命中 可能有发生了一些 你们可能就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就是说 比如说希望说你们接下来好好去享受你们生活 好好去忙 忙碌 或者说去经营你们想要去经营的事业 或者说在于你们的能力的部分 然后好好去做 好好去经营 然后等到时机到之后 你们自然而然 就是会见面 这边这一组牌就特别 这组牌特别讯息就是说 你们这段关系 以宇宙而来告诉你 是你们后面一定会再恢复联系 而且是那种 巧遇 或者说可能是不知不觉 或是哪一天突然就是不小心就传讯给他 或是可能不小心他传讯给 是传错讯息 然后不小心就联系上 真正想联系上的人 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就说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 在到时候的话 接下来的话 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段比较漫长的时期 或是说可能会有一段比较黑暗的 需要去等待的 那个时间点 那其实等到那时间点过了之后 那你们两之间的一个关系 或是我们两之间现在比较僵化的一个感情 然后或是我们现在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见到彼此的状况的话 其实到最后你们两个还是会见面 但是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好好的努力 然后去学习你想学习的事物 或是你可能想要去做 去做一些你可能本来就想要去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比较能够去丰富 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心灵的一个状态 或是说可以去让你去有那种承担社会压力 或是说去承担一个人生中 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些的责任 因为其实像我们人生中的课题的话 通常你不用去找课题 课题就会主动自己找上你了 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其实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宇宙所给你们讯息就是说 希望你们可以去好好的享受 或者说他还是说想 我仰言会觉得是享受的意思 但可能对你们来说不是 就是说可能会希望你们好好去接受 宇宙所给的后面的课题 然后你们好好去过你们应该要过生活 去忙碌你们应该要忙的 那接下来你们人生中 或许真的会发生很多 让你意想不到的挫折 或是说让你觉得说 有点难接受的一些的状况 但事实上这都是在于说 你们未来一个重新见面 或是你们未来复合的时候 所必要的条件 这边的话也会感觉说 比较多像是你一个个人的气场 或说你个人可能在面对这个事情上面的话 宇宙希望把你去改造 或说去那个种 把你弄成一个符合他的人 就是能够去符合到他个性那样的人 就是你还需要点时间去磨练 然后需要点时间去慢慢的琢磨你自己 好 以上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没有帮助 或说让没有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演演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约个人付费三谱的话 这影片左上方都要演演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断联中的你们 可以做什么来推动这一段关系 断联中的我们 我可以做什么来推动这一段关系 我来看到就是在这边上方的验证牌 上方的验证牌是你们之前的一个感情的状况 那这边我们从上方的验证牌可以看得到 在于你们之前的一个感情的状况的话 其实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在过往在相处 或者说可能在彼此之间 在做个接触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比较 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难可以进入到对方的内心之中 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在这一段关系 你们其实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 想要去为对方 为了这段关系 然后想要再更接近对方 然后想要去照顾对方 或者说你们希望说 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 然后让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完美的一个发展 但是因为由于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因素 或者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考量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 也有不较不愿意让你去接触 或者说不太愿意让你去碰触的心中的那一块 所以其实他在跟你 就是你们两之间的一个相处状况的话 其实是属于那种一直都保持着距离 或者说你们两之间就是比较难去发展 以及就是身边的人的话 可能都会比较太过于去关注着你们 所以其实这边就有可能你们是一个 比如说是同性之间的关系 那个同性之间的喜欢 或者说可能对方是一个 比较容易受到他人的眼神的关注 或者说比较容易受到他人的一个影响 所以就会导致于说 让你们这段关系会受到一些比较多的阻挠 然后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 其实有时候在讲话 或者说可能在话语状话 可能就是在话的部分也比较少 然后也可能也还蛮常会有一些 比较不愉快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一个 对话的内容 因为其实在这边看起来说 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们之间的沟通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你们之间的沟通 那个状况的话 并不是像原本当初那样的那么的理想 所以导致于说 让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 他总是一直处于在那种备受煎熬 或者是说总是 好像对方都不太搭理自己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你们之间的话 其实很常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 在于 相同上面的话 可能是比较少那种 可以讲到内心话的一个情况 那就算有讲到的话 你们可能也很常因为 在于观念上或说理念上 或者是可能对事情的看法 不同 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的争执 好那这边他如果说验证牌 有符合到你们之前的感情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 接下来看到就是 那他现在想到你的时候 那他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是什么样的想法 那其实从牌面上看出来说 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其实他每次当想到你的时候 其实他 他其实并不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甚至其实他会希望说 你们两个之间在未来或是在你们两个之后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继续的碰面 那其实在对于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断联的一个情况的话 其实他也是会觉得说或许现在还是一个 可以让彼此之间都先冷静下来 或是说彼此之间先把自己的情绪 或是说把自己对于说事情的一些看法 或是说自己的一些的个性 或是说自己的一些能力 稍微作为调整 或是说稍微去做一些改变 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 然后再去见到对方 或是说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再重新的开始 所以因为其实看起来说这个人他在面对说 你们目前现在断联分离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的时机点 但并不是说他不想见你 而是他会认为说你们两个之间 还有很多的一个能量 或是两个之间还有很多的一个部分 是要去再重新做一些的调整 或许现在还不是一个最好见面时机 就算他可能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想要见你 然后说他可能真的 因为他其实还蛮常想到你们之间的分离 而且很常想到说 你们两之间现在都没有联系了 其实他现在也是非常的希望说 可以联系你 或是说可以回到像你们当初那样子 一个相处的一个状况 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他会认为说 现在或许还不是最好时机 所以他总是一直把他压下来 然后把他抑制下来 把他给忍住 那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说 你们目前的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其实他会希望说可以从头开始 然后他希望说你们两个之间 在未来一个相处的一个情况下 或是说重新的联系了之后 或是重新的见面之后 就是可以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或是说你们两个之间其实在见面之后 可以都一直都见到对方 可以一直都 可以一直 就是可以一直和对方保持着联系 然后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也希望说在之后的一个未来 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你们两个重新的恢复联系 重新的见面之后 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你们的这一段缘分 然后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或是说用一个新的模式去相处 你们这一段关系 以及就是当你们相处这段关系之后 他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愿意花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他可能也会愿意花钱来去哄你 或是说他愿意花时间来去陪你 也就是说其实在透过你们这一次断联之后 他在他的内心之中 其实会就是已经有重新做了一些的想法 然后有重新做了一些的思考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一次的分离 对他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相当 让他觉得说是蛮惊讶 或是说可能是有点比较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但是以两个人最好的一个 与你们这段关系中一个最好的方式的话 就是你们当重新的 透过这一次的分离之后 或许你们两个人可以看得 对于说这段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他才会看得更清楚说 之后他希望说跟你的关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那其实他当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恢复联系之后 其实他现在他应该说现在他算多么的希望说可以见到你 或说可以跟你说说话 或者说可以一直 就是他其实他是希望说可以找你 然后可以和你说话 但是他把他自己内心之中那种真正想法 或者说心中对你的温柔 或说心中对你的一些的观感啊想法 他其实都把他压抑下来了 比如说其实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虽然是多么的想要去找你 或说他希望说可以联系的上你 但是他因为可能自己的面子 或者说自己的自尊 或者说可能自己的尊严 或者说可能自己一直以来 对说感情的这部分的一个看法想法 或者是说一个做一个处事的态度 所以因而导致于说让他觉得 可能要联系你这部分的话 他觉得是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当缜密 或者是说相当周全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 当你们两个重新再次联系了之后 他希望说你们两个之间是可以 再也不要做分离了 有时候其实这个人他在之后跟你 如果说你们之后真的 有重新恢复联系的话 那其实对方他会希望说 就是会尽量可能用一种 不一样的态度 或者说不一样的方式来跟你相处 如果说你们在之后 可能有发生一些争执 或者说可能有发生一些 比较不愉快的一个相处的时候 那他就是属于那种 会主动来找你讲话 然后来去探讨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要如何可以去避免掉 这种类似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次的分离的话 他会希望说在未来 不要再次分离 所以他现在才希望说 可以两个之间都去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改变 然后在未来就是不要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接下来看到就是 你可以如何 就是你可以做什么 来推动这段关系 然后来去加速 见到他的一个这个部分 好 那这的话其实从排面上 可以感觉到说 选到这一组排组的朋友 那么你们就是要好好的去 也是一样 就是如他所想的 你们要好好去面对你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压力 或是说去做一些 呃你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说现在对某些部分 你们可能是觉得说自己有那一方面的能力 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或是说你们可能是 对于说那方面是有兴趣的 但是你们没有 呃就是比较 一筹莫展 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那就建议你们可以去学 然后可以去做 所以其实选到这组排组的朋友 这边会比较建议说 你们要在你们的一个兴趣 或是说你们的专业领域 或是说你们可以拓展其他的一个部分 来去提升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 提升自己本身的能量 然后来让自己的话 可以变得一个相当不一样的人 来去推动这一段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提升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硬 那个硬实力 当你提升自己的硬实力之后 那在你们重新遇到了彼此 你们会有很多的话 可以跟彼此分享 然后自己会变成一个 因为你们其实提升自己的 本身的硬实力的话 那其实对方就会觉得说 你在这段分流的时候 你们事实上是有做更多的事情 没有去让你们自己 就这样子软烂下去 迷烂下去 他反而会对你更加的利眼刮目相看 所以会希望说 选到这组排组的朋友 你们最主要的话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硬实力的部分 然后在接下来 你们可能在面对说感情的部分的话 会希望说 这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去追求你 或说这时候 你或许会遇到一个新的对象 会希望说你们不要那么快的 去谈一段新的感情 或说还不要那么快的 去和其他人交往在一起 这边其实在塔罗牌说 给你的建议会希望说 你可以去等待这个人回到你身边 然后你不要太过于 就是说你不要去认识新的对象 那如果说真的你有 无意间认识到新的对象 或说有受到新的对象追求的话 会希望说你就跟那个人保持距离就好 你可以跟他就是像好朋友一样 但是就是千万记得 不要太把太多的心思 或说不要把太多的 一些的感情放在一个新的人身上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导致说让你们这段关系之后 如果说你们真的重新相遇了 那就会变成对方 就会对你有所更多 比较不好的误解的一个情况 然后其实在这段关系 就是在推动这段关系的话 就是你除了就是要提升自己的 硬实力 硬实力之外 然后就是不要太过于 就是不要马上去谈一段新的感情之外呢 也希望说其实在对于所谓的一个说话 或者说可能在自己的脾气 或者说可能自己在对于做事情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变得更加的有果决力 或者说你可以变得更加的有那种 立马就可以决定一切事情的一个个性 或者说一个方式 也说这边其实也会希望你说 就是不要再变 就是不要变成像是那种优柔寡断 或者说是那种没办法下决定的人 所以会希望说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其实对于说 是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能力 或说你可以变成说对于事情的话 总是能够洞悉所有的事情的关键点 然后立马下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判断 所以就是其实选到这组排组朋友 你们同时也要去学会说 如何变成一个作为不乱的一个人 然后有办法去和别人沟通 然后有办法去处理 所有一些事情的状况 然后就是希望说 你可以本身提升自己一个自信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在说话 或在谈吐上面的话 在个性脾性上面会变成一个相当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人 这样的话其实在你做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个性 或者说全新的一个能力之后 当你在那个人的面前重新相运的时候 其实你会变成一个相当有新鲜感的人 对他来说会变成一个相当有新鲜感的人 他反而会一直不断的去探索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会去探索你的内涵 以上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都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